123 《文匯報》 牛街維民滿口經康經穩桑葬確守聖訓 2015年7月15日中國專題A 12A 13初下的北京 一位穆斯林的葬禮正在城南的牛街禮拜寺附近舉行 清神整個宗教儀式由禮拜寺的嘉君主持 所有出席葬禮的人聚集在一起 戴皮喉布因防煙謠 宿目無聲地諸士夫 M 古蘭經在人們手中傳遞 洗以靈天採握壞 乾聖的祈禱詞 葬禮結束 大家接到亞 阿拉伯語 即祈禱 並道式兩目 阿拉伯文 即和平 平安 整個儀式雖然簡短 但目睹眼前莊嚴宿目的場面 所有人心中都充滿對真主的敬畏 彷彿接受活生生的 淨化心靈的生死洗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旺角北京報道 這四每億位穆斯林亡者啟情走向後世的一度人生禮儀 也是牛街為民千百年來的民族傳統 至先輩於宋元年間在這裏聚族而居起 歷經宋元、明、清和民國時期的不斷善變和融合 牛街牧斯林的喪葬雜族族 仍嚴格看招古蘭經的規定和興奮的要求 保留赤W具特色的伊斯蘭教色彩 能說下拉白語以綿宇生區內牛街 位於北京南城 是一條歷史悠久 中外文名的古街 街上有座千年伊斯蘭教禮拜治 周圍四代聚居1.2萬語名回族穆斯林 這類是北京乃至中國最著名的穆斯林最居地之一 堪稱見證絲囚之路促進多民族 各宗教和諧共榮的地理範本 現年七十二歲的馬玉林老人四居牛街 據其祖輩說 他的家族應該是原初來華的色木人的後代 但已經凡顯了至少二十幾代 具體源頭早就無從拆起 儘管現在滿口的京康京韻 但在家庭內 或走在牛街的穆斯林之間 他們的交流依然時時夾雜而 X 據阿拉伯語 波斯語 這個我們也沒刻意學過 好像是與生俱來的 應該是早背留在我們身上的人記 蒙原征服西域俘虜族人千經他介紹說 早在唐代 西域的商人就通過絲綢之路陸續來到中國京商 一些人便狗居中國 成為中國最早的回回 但因為北京當時的政治地位和地理為之 唐朝時期回族的祖先在北京留下的足跡並不多 先民門大都在東南沿海各港口城市開展經商貿易 或者通過絲綢之路在西北大地傳播伊斯蘭文化 他說 回民在北京的發展壯大主要與元代城吉思汗有關 城吉思汗率領蒙古大軍兩次西徵過程中 佔領了西域許多阿拉伯國家 除了消殺之外 還俘虜了大量的當地人 為了擴充軍隊 成吉思汗將數十萬西域人偏入蒙古軍隊 到了發必裂時期 修建了大都 今北京並列蒙古國軍就地落湖 於是 這些西域人隨蒙古軍隊絕進了大都 成為最早一批進駐到北京的牧師林 後來又經過多個朝代的遷居、通訓、融合 最終在牛街形成比較集中的回民罪居區 宋建成禮拜自見民族共榮與祖杯先民一樣 馬玉林每天清晨五點就起床 洗授完畢、帶上禮拜帽、出門下樓 來到他家百米開外的禮拜時 和其他從各處趕來的牧師林一起做六時開始的早禮拜 作為前聖的牧師林 他每天要在此做五次禮拜 在場人數一般有百餘人之中 而每逢週五的主馬日 會有一千元名牧師林來者女做禮拜 牛街禮拜自最年輕的阿關馬通雪 牛街禮拜自是絲綢之路促進多民族 各宗教和諧共榮的見證 公元960年 有一位阿拉伯西海、傳教士 名叫格娃墨丁 葵子猶西亞、中亞、布哈拉和什爾馬罕等地 經過絲綢之路來經傳教 其指納蘇魯丁對皇帝詞語的觀著堅持不愁 一心為清真寺掌教 在996年頒見了此清真寺 他最初佔地面積很少 後經明 清等朝的增修擴建 才具有今天的規模 明成化十年1474年 奉斥次名禮拜自 清康熙35年1696年 由漢明朝風格對該自進行了修復和擴建 逐節形成了今日規模 新中國成立後 1955年 1979年政府增兩次對該自進行全面修緝 1996年正奉建自千年紀念 2005、2006年 北京市又多次出資整修、擴建 使千年古字再放異彩 牛街禮拜自飛升海內外記者在禮拜自採訪時 黑口碰到來自新疆客實的一個旅行團 一位客實穆斯林大叔告訴記者 牛街禮拜自在新疆非常出名 北京市第一次來 一下車就和牛街跑 禮拜自是我們到北京的第一站 穆斯林信仰受保護馬通亞轟雪 這裏常常有來自甘肅、寧夏、河北、山東等地的牧斯林來訪 他們都是很少的時候就知道北京有座牛街禮拜自 此外,禮拜自還接代了不少來自各國的客人 中東和中亞國家來華訪問的領導人和駐華視 直到來過牛街參觀 這些外國客人的到訪 體現了其對絲綢之路交往歷史的了解和尊重 同時,他們也是在牧斯林的聖殿中尋找共同的宗教文化共鳴 不少外國牧斯林朋友表示 通過來自參觀、訪問、座談和禮拜 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位名叫者拉代的巴勒斯坦專家說 我參加了節日的禮拜 使我看到了牧斯林的未來 看到禮拜自的宏偉建築 使我看到了中國牧斯林的過去 伊斯蘭教的燈塔在中國並未熄滅 中國牧斯林的宗教信仰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 馬通亞轟說 無論身處世界何況,牧斯林身上都有光 愛磨滅的先民留下的印記 2013年他到伊朗參加國際古蘭經還讀大賽 雖然沒有任何旁人幫忙介紹,也沒有現場翻譯 他和伊朗牧斯林兄弟的回面非常親切自然 有同讓宗教信仰的人可立刻以他們獨特的方式相互問候 潘談,先民門員簡指敲拔潤勾進尖 來的傳統和基因,一直沒有改變 阿光護民建公慶親王刺扁 雅牛街禮拜自的大殿裡有一塊律子式的大殿 上書清真古教四個大字 這塊清朝慶親王於光水二十八年一九零二年 為牛街禮拜自親筆提寫的大殿 記錄了一段戰火歲月中穆斯林間守望相助的動人故事 毛坑美兵廠自知時一千九百年庚子之聯 八國聯軍侵佔北京時 有一小隊美國兵廠進牛街禮拜自 滋擾生時,自類的穆斯林人心惶惶 當時的掌教亞軍黃寬與疾子王有三百漢而起 帶領一眾穆斯林到天壇找到美軍頭目 黃寬亞軍二正慈嚴地對他說 我們都是中國的穆斯林 聽說你們為了尋找殺死德國特使黑林德的人 到處殺人放火,還揚然要屠殺全盛的百姓 這未免太荒唐,笑是這早已怨走他鄉 留下的全是無辜百姓 你們這樣做給我們帶來了空前的災難 你們美國人還搶佔禮拜自,破壞我們的教規 讓我們無法祈禱真主,豈不太過分了 說得美軍頭目假口無言,成立回族武裝組織美軍頭目不得不下令 讓所有軍隊撤出禮拜自,並不得擾民和妄殺無辜 黃鴨軍回到牛街後,動員回族群眾成立了武裝組織 配備長槍長矛、玄街巡邏,還提出嚴警備、捉民食、免之事 保平安的十二個字口號,使牛街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得到了保障 而其他宗教的自願,也掛起穆斯林的旗幟,讓附近的百姓躲進自女被難 使相當部分的增重和平民免遭淘 據說,慈禧太后民聽此事之後大月,命慶親王為牛街禮拜自書寫了清真古教四個大字 並製成大扁原跨於寺內的大殿中,原思路來華報教傳教士場面 二鄉在牛街禮拜自第二進院落東南角有一塊園 園內古柏青青、古柏下有兩座黑磚矮重,是形狀下風上瞻的西海墳 西海、阿拉伯宇即傳教士、馬通亞光青、毛主是兩位送活員初自絲綢之路遠到來 中國報教,嚇死他鄉的西海,一位名叫艾哈密特·布爾塔尼·加適尼 今在阿富汗境內,人,俗於教歷六七九年1280年 另一位名叫阿雷·伊馬頓町、布哈拉、屬中亞西亞 人,俗於教歷六八二年1283年,毛被文稱,凡生物都要常死亡 這是某工場面之地,他是一位得高望重的教長 人得祖物,為以高貴無比,阿呂公是智力一切慈善事業的宣教 贏得宗教棟梁的美名,盡人皆知,阿呂公合言辭別世間的豬肉保地 歸真而去,匯族的桑葬集族 匯族的桑葬集族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土葬,傳說湯拉造化人類始祖阿但事由泥土造成,死後有入土慰安之說 第二,速葬,根據伊斯蘭教三日必葬的規定,一般是早上無常 五迷,晚上無常,次日早上迷,不能超過三天 第三,重劍,一是不用官,只用三十六呎白布前身 二是不設靈位,不苟凡文慾折,禁止送花圈張聯,不動用車樑,不用新作物等 第四,平等,不管是長壽的百歲老人,患是十幾歲的小兒,也無貧富歸戰,帶小之區分,一律平等 第五,埋回族墳地,不管是罪居區,還是與其他民族集居區,都有自己留好的墳地 不信風水,只要乾燥,平穩的地方就可作墳地 第六,回族殯禮儀式和其他活動 一,使整望人為體前好白布後要舉行奔禮 二,參加悼念的牧師臨站在庭方望人的木峽後面,面朝西方 三,由亞軍主持賓禮,要點上京香,全京,早都呀 四,賓禮完結後抬亡人入託安藏,親人及前來送藏的友人往墳坑裡填土 亞軍貴在墳旁仲經為亡人祈禱 五,亡人逝世後的七日、八日,周年時家屬多舉行紀念活動,請亞軍到墳上或家女仲經祈禱 六,亡人家屬在葬禮後多炸油香 回族節日及婚喪活動中炸的一種圓形油餅 婚陣給親友鄰居,表示對大家的感謝 在這次有限期會 這次有限期會 首要保留 五月十一 四月個日 三、四月十一